大家都知道娱乐圈是一个美女,拥挤的地方,为什么娱乐圈中的人美女会这么多呢? 那就是因为想在越来圈中发展,拥有颜值和身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 所以一般在娱乐圈发展,女生长相是最为重要的。 今天要讲的一位明星就是颜值非常的高,她叫李承敏,还被语为东方第一美人。 李承敏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,就是秦胜这部作品,和严宁还有小沈良妮快出演的。 她在这个电影中有着出色的表演,给人带来很深的印象,也因这一泡红裙子走红。 其实李承敏可是一位英国极亚裔女演员,在2004年的时候去了韩国,并且参加了韩国网上美女选拔比赛。 她以优衣的成绩,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。 之后她还被誉为东方第一美人,出道多年凭借着出众的外貌和气质,在圈内收获了不少的粉丝,而且人气也非常高。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,出道有十年之久,从没有传出过什么不好的悲闻,而且她在事业上发展的,也是顺风顺水。 非常的幸运,但是人们都说上帝是公平的。 尽管李承敏在事业上发展的非常顺利,但是在感情方面却是一片空白,按理说追她的人应该不少才对吧。 但是她身边却连一位追求者都没有,网友们也是用三个字来进行解释说她太优秀,看到这三个字,不免让人觉得非常的扎心。 难道就是因为常德太漂亮,导致没人追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